Sweak Sushi 來自新竹Pyhug社群 相信大家在除以資料的時候 大概都會有一些建造Data Pipeline 或是ETL Pipeline的經驗 Sweak Sushi 今天會為我們帶來 介紹一個ETL非常厲害的工具 叫做Nithing 它的講題是 Building Data Pipeline on Apache Nithing with Python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感謝Sushi 今天的分享 謝謝家綺的介紹 然後很有趣喔 那個NIFY知道怎麼發的 可以舉一下手嗎 對 所以我今天這個主題主要 有前半段就是要講給 不太清楚是怎麼發音的人聽的 對 然後後半段會 稍微講深深一點點 對 就是你聽完前半段就覺得 好像還可以來繼續停下去了 那就再講 這個它叫NIFY 就是Wi-Fi那個念法 NIFY 所以我今天會稍微介紹一下 Apatreon 這個NIFY這個 framework 然後怎麼用Python 跟它做一些Interaction 然後我稍微做介紹一下 我現在主要的工作 目前啦 目前還在做Squad Master 跟Data Engineer 那如果熟的人應該知道 這兩個工作不應該相重疊 對 然後現在在那個 一個 藍色Mark的這個 製造商公司 美光工作 那我們主要就是 跟Data相關 對 那 就像剛剛佳琦講 我平常比較常出沒的是那個 Pyhug 以前 在台北的時候 我會去 台北打Py 不過現在比較不好意思 我去的時候 應該都已經結束了 嗯 我會從 嗯 介紹一下什麼Data Pipeline 然後 Data Flow什麼 然後 NIFY的一些概念 然後 嗯 思考一下 欸 我講完之後 為什麼你可能會需要NIFY 嗯 然後 再講到說 欸那 因為這還是Pycon Python怎麼跟NIFY做一些 integration 還有一些我個人的一些建議 最後 OK 那今天不會講到的東西其實很多 因為 很難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 把一個框架講得很完整 對 Appleation啊 Deploy啊 Design啊 Architecture啊 Infrastructure啊 啊 等等等等等等 那我都沒有辦法講到 不過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會再多討論一下 好 嗯 我們先從 ETL這個東西開始好了 我最近才學到說 其實ELT現在會越來越多 那為什麼 就是過去我們都會講 ETL工程 那我們現在做的比較多其實是 ELT 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這三個縮寫嗎 有什麼要寫嗎 就是你會先把Data抓出來 然後放到某個地方去 然後再給其他人用 那這是有點類似 Data Lake的一個使用方式 那像很多的 像AWS的S3很便宜嘛 所以你可以把Data放到S3之後 再用不同的AWS的服務去把那個Data拿出來 對 那所以這中間的過程就是 先E然後再L 然後最後T T就有各式各樣 對 所以比較不會再局限說過去就是講ETL 所以現在也蠻多是ELT的 那我現在想要呈現就是說 昨天有人問我說 什麼是Data pipeline 那我就有點好奇說 那Pipeline是什麼 Pipeline就是有一個Input 那有一個Output 那在我們 我們自己在寫Communite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指令嘛 那也是叫Pipe 其實那個是一樣的 所以你有一個Input 然後中間有些Appleation 然後最後一些Output出來 對 那我們再來看說 那這中間在流的這東西是什麼 其實我們在做寫程式的話一樣嘛 就是你Input是什麼 Output是什麼 你就跟我講 那我可能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寫出來給你 那Data也是一樣 對 所以我們把它想像成比較抽象化 它是一個block block的東西 或者是它是一個 類似水滴或水流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 Data在Tru的時候其實是 都是Streaming的 所以現在比較流行的 Streaming Process 所以你把那個維度啊 這個我大概兩年前好像也在這個位置 講過一次 你把那個維度放寬之後 很多東西其實都是流動的 對 你都可以看的像是Data 或者是說歷史事件 各式各樣 能不同的維度看 你就可以知道 東西可能是類似是Flow的 流動的 OK 那我們簡單來看 就是從剛剛來看Data Flow 或Data Pipe 這東西其實是可以名字互換的 那現在有點搞混是有太多不一樣公司在用這個不一樣的字 所以你可以有看到Google的Data Flow 那它可能指的是某一種服務 那所以這個有點難聚 原來Agile也是一樣 就MileSoft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Data Flow 那他們還有一個服務也叫Data Pipe Online 對所以有點容易搞混 那基本上在講就是這個Data有Input有Output 那中間有做一些處理 這我講過蠻多次的 對 那仔細來講的話 更詳細來講的是 它會有不同的Source來源 你可能是比較簡單的Data Base來源 那現在越來越多Unstructured Data 手機來收集的Data 搜尋來的結果之類的 那這中間都會透過不同的處理 那追蹤到不一樣的Target 所以可以想像到就是說如果未來的話 或是說你現在已經公司有在處理 你們公司是跨國企業 或是說你們公司有負責不同的BU 那BU之間的Data的流竄 或是說竄動其實就會變得非常複雜 因為每一個的設定其實不太一樣 OK 那這就是為什麼做ETL其實有一點難 或是說做這種DataPimer有點難 比較難的話 可以從這三個維度來看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Standard的部分 今天BUA 就是Biskinwin A 它有它自己的Standard 它可能是比如賣糖果的 那我這個企業又很大 那我有賣石油的 那我有賣汽車的 所以他們在Data上面的定義 其實就會很複雜 那我們今天因為Data Scientist 或是AI這東西很深 那我們就想說那些東西是不是能夠全部拿出來做一個分析 那分析就難了 那這個schema怎麼定 每個部門的規定是什麼樣子 對 所以從Data面來看其實就有點困難了 那再來就是Infrastructure的部分 你怎麼樣把不同的Data 從不同的Geo Location 去把它抓過來到某一些地方來用 怎麼樣去跨那個網路 然後Security的部分 那你的量如果說又不太一樣 需要Scaleability的話 那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難處理的一件事情 其實最難處理的事情 通常大家都知道 Long Project就知道 最難處理的事情都是人 就是人的需求會不一樣 然後需求會改變 所以你在建議一條Data Primeline的時候 可能不如你預期 或是不如客戶想像的 對 對 所以這都是一些很困難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這邊大概有總結一下一些事情 那簡單的講就是Data Government這件事情 怎麼樣去管理這個Data 然後在管理這個Data之下 你要保持一定的Data Quality 你的Data能夠去追蹤 然後能夠保持說 你Mission Data的程度不是那麼嚴重 或是說不會那麼久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在做複雜的 或是說比較大規模的Data Primeline的時候 就會會遇到的 真寫程式有點像 就是如果你一個人寫Core還好 如果你一個人跟Tim寫Core的話 你就會想像你要怎麼樣缺Bloge 那如果你又跨不同的團隊在寫的話 那有更複雜的情況 對 OK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 所以面對這個的話 為什麼會有 我們用NiFi這個東西在做使用 OK 所以你要先了解在NiFi是什麼 NiFi其實很 最容易最直覺的來看 就是它其實是個 有圖形化介面的東西 它可以用拖拉的方式來做使用 那其實它發展很早 大概2006年在NiFi就是國安局吧 的時候就已經開發 那在2014的時候 它 donate給Apache的Foundation 然後它的概念有點像 如果你手flow-based programming的話 有點像這個東西 後面大概稍微再帶詳細一點 簡單講它就是個圖形化介面 如果你第一眼看的話 然後它是可以拖拉式 那我會強調一點就是說 千萬不要只把它當作是一個圖形化介面的工具來使用 OK 所以它強大的部分 就像我剛剛講的 Data的source可能有很多 那你需要一個包山包海統整的一個工具的話 那你這時候可以考慮看看NiFi 也就是說你的target source 都是有非常diverse的話 它其實有蠻大的不一樣的功能在處理這件事情 好 我還沒講NiFi可能會做的是什麼 那我們先講為什麼NiFi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今天需要一個single的統一的integration的platform 我接下來會講一些它為什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你可以考慮一下使用NiFi 尤其是說我剛剛講的不同的data source 不同的data target 不同的data target 然後再次就是 你有不同的infrastructure 你要接Cavcar 你要接Spark 你要接AWS 你要接Teradata 你要接各式各樣不一樣的database的時候 那它其實都有超過 目前已經超過300個process 那process是在做不一樣的 串接或做不一樣operation的一個unit 那它security 可以做cluster 然後readability 這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NiFi它都說它不會lose data 這是它的guarantee 那當然在這個下面有一些限制 你如果整個都crush掉了 那data還是會不見 不過它是有一些機制在防制這件事情 對 它非常強調這件事情 所以它可以想像一下 它其實是IO很重的一個服務 OK 然後有一個字也很有趣 就是data prevalence 這個就是說 我們尤其是現在這個 資訊的隱私的問題 現在會要求說 你的資料來源在哪裡 中間透過什麼樣的處理 有可能都會被auditor 那NiFi在設上面 有它獨到的一個做法 再來就是說 它可以去重複做使用 它有template的概念 然後它有version的概念 它可以做不一樣的template 然後圖線用介面的話 有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解釋給不一樣的team 或說不同的group 去跟它了解說 其實我的ETL是怎麼樣做 那比以前你show code出來 然後再做解釋 再做討論是比較方便 最後有一點 其實也是我剛剛強調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用NiFi其實就是不用寫程式 然後或是說這是它的強打 那我會覺得這是一個錯誤觀念 會希望說今天你沒有NiFi 你還是要做一樣 能夠做處理一樣的事情 所以你在使用NiFi 才不會覺得說 怎麼這麼不好用 我們來看一些實際的case好了 然後有很多公司用NiFi 我就查一下第一個 排第一個就是我們家公司 對 我們用很多NiFi 然後在Data work submit的時候 這個聯絡機車他們有做一些case study 那它這個也很有趣 就是它說MQDE的Mesh 然後用NiFi來收 然後最後塗給Cupco 然後在後面再做Stone 再做串接 所以像類似這樣子的概念其實很多 就是NiFi就是一個終結 那你可以把它串接不同的服務起來 然後如果大家知道有個東西叫Kyroll的話 它是間接在based在NiFi上面一個service 那它在做ETL的服務 對 可是它好像推的沒有很成功 對 然後這是我們公司這個今年 我們資深Solution Architect 大概對他Works Ami今年講的 所以如果你對我們公司大概怎麼樣 它不只講NiFi 就是我們從2013年之後開始做Data warehouse這件事情 那它有講一些歷史的演技 我們從不一樣的手禮群 從最少可能Informatica 大家知道Informatica這個手禮群的話 然後一直換換NiFi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開始做一個 一個比較自動化做ETL的一個Tour 叫Papana Builder OK 那這個是我一個非常high-label 我們NiFi的一個架構 所以我們有非常多NiFi service 然後這是我們的Data warehouse TeraData跟Hatoper 然後我們不同的site的cluster 把Data圍到這裡面來 那Source的話 因為我們是跨國的有不同的工廠 所以我們有不同有12個site工廠的Data要抓過來 然後全部都存到這個Global Data Warehouse裡面 所以我們的架構大概在講 每個site會有一個NiFi 然後到Global Data Warehouse去喂 然後再到這個裡面給其他人做使用 OK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Papana Builder 我們就間接在NiFi這上面 透過NiFi去把DataPapana建起來 然後我們有個GUI 然後後面有不同的Database Engine 去把它做這個串接 OK 好 所以講的稍微有點快 因為我想要把它帶到說 NiFi到底是怎麼樣做Walk的 有概念 這是它的GUI 所以剛開始操作的時候 我可以稍微說一下給大家 其實它蠻簡單的使用 我簡單抓一下 我今天想要什麼樣的服務 就會有一個東西叫Processor 然後我可以去找一下 比如說AWS 有什麼 所以打AWS的話會有很多相關的 不一樣AWS服務 說 Gate sqs 之類的 然後它就會把一個 這個Processor 刷到這裡來 這個因為我弄在我自己的Local 所以有點慢 我們待會再看一下 照理說會非常快 對 所以它是以拖拉的方式 去把你一樣的東西抓進來 那我剛剛講過 現在已經有300多個Processor 我大概在1.3版的時候 用那時候好像只有100多個 那現在已經1.9版 所以它發展 在這兩年內發展非常非常快 對 也非常多 台灣可能沒那麼多人開始在用 不過聽說有些公司開始在用 對 好 然後 它的所有Configuration 你都可以做通過GUI界面再做操作 對 OK 好 簡單來拉一個Hello World的Nineify 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之前都拉好了 然後 我有寫一個文章在講說怎麼樣做這件事情 我的投影片已經放到那個官網上面去了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上面看 第一個是你去把general一個Flofile 那 我待會會講到是Flofile是什麼 Flofile就是我剛才講 你把data看成是一個流動的東西 那它的單位是什麼 在Nineify裡面就是Flofile 就是流動的一個File 那它就是產生一個Flofile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有一些Configuration 可以設置的 然後最後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產生的Flofile 放到某一個位置去 那這個位置可以是你的Disk 或是其他的部分 你可以看透過不同的Processor去做 簡單的講就是這樣子 產生一個Content 然後Profile在做流動 然後到你的Target去 那我剛拉了這兩個東西 第一這個都是Processor 所以這是一個單位叫Processor的東西 然後就是在做一些操作 然後這是Processor 那中間點這個叫Connection 然後這個我待會後面會再講一下 OK 所以有些Turn 希望你們今天在聽完這個分享之後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在Nineify裡面 拉的Pype9 就叫Data Flow 所以Nineify Data Flow 就是Nineify拉的Pype9 所以我剛剛拉的這一條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一個Nineify的Data Flow OK 所以它可以變得非常複雜 我後面有一些圖示可以給大家看 然後Profile是什麼 Process是什麼 Connection是什麼 這個我大概都會帶到 那這個是基本上的架構 Nineify是Java寫的 所以它是靠JVM在處理它的記憶體 所以會有很多文章在討論說 怎麼樣把Nineify Service的記憶體使用率弄到最好 那因為使用不好的話 它經常會Out of memory 對 這是Profile 那Profile它用兩個東西做組成 一個是Attribute 一個是Content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一個 我剛剛講 Pype9這東西就是像流水線 它有點像工廠流水線 所以如果我有一個包裹 在做加工 那我如果不打開裡面 我要知道它是什麼 那上面可能會有寫 所以就是標籤 這標籤就是Attribute 那它的內容物就是Content 那我從不同的流水線 比如說我去把它裡面多塞一些東西 所以Content就會再改變 好 所以這是基本上 那Attribute它會用Key跟Variure pair的顯示來做呈現 那Attribute會存在Memore裡面 然後Content不會 這是一個蠻重要的概念 因為假設 我們今天用NiFi再拉一個20G的Data好了 所以你會想像 20G的Data可能會在我的Service上面跑 那如果它一直都在這樣子進行 那我的記憶體有辦法承受那麼多嗎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因為它Content其實不是存在記憶體裡面 它只有在拉出來做處理的時候 它才會拉到記憶體 那其它時候如果沒有讀到的話 那它其實都是存在Disc裡面的 那Attribute不一樣 Attribute它都會存在記憶體裡面 OK 好 那我們把那個Flofile跟HTTP來做相比的話 可能有點可以幫助了解 那Attribute有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Flofile包含了哪些東西 然後它名字是什麼 然後它有哪些ID 它存在哪裡 那HTTP也是一樣 我今天是Sense Request 那我的Header裡面包含了我想要送的那些訊息 那重點的話有可能是我的Payroll 我那個Payroll就是MageBody OK 所以這是相對應的 Flofile也是一樣 它的內容或是Data Data其實就是寫在Content裡面 那今天我如果把它打開來的話 它其實用一個文字編輯器來打開來的話 那就是一個Hello World這幾個字 OK 所以這是Attribute跟Content 所以Flofile是用這個東西再做一個組成 然後在Nightfile上面跑的那些東西都是Flofile 那做處理的就是去改變Flofile的 一的是Attribute 它的標籤是什麼 然後或者說我要改變它的Content是什麼 OK 那這邊有一個範例 它有三個不一樣的Processor 第一個是GetFile 去某個地方去把File抓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Validate這個File 然後再來就是Validate這個File 然後再來就是把這個File做Validate之後 去PUT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這是三個Processor的互動 那Processor跟Processor我剛剛有講過 就是它中間的東西叫Connection 那為什麼會談到這個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的這個Processor A跟Processor B中間有太多的東西卡住的話 會怎麼樣 這我待會兒會講 這其實就是如果Data已經黏 你比較熟的話就是被Preture的一個案例 對 它就會往後堆 實際上這Processor它在做什麼 就是上面它有一些Attributes 在說它的定義是什麼 這些什麼 然後後面的話它真正會運作的話 就是Call 加法去跑一些 可能這是驗證這個Schema 是對不對的 然後對的話會走Validate這一條線 不對的話會走Invalid這一條線 所以它會有不一樣的結果跑出來 OK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Bepreture 如果假設說我今天這條管子 我只能限定有1萬個Profile在跑 那剛剛是跑跑跑跑很順 那哪一天可能處理太慢了 機體不夠了 或是Service的效能差了 那可能就會卡住 那這邊開始卡住之後 它這邊就會開始堆積 那堆積之後會怎麼樣 它就會往回堆 往回堆 所以這就是Bepreture的一個概念 像這個它已經堆到了 比如說它這邊有 這個 這個 所以說是1萬 那如果1萬1的話 它就會往回堆 那這個Processor就不會動 那這個Processor還是會繼續動 因為它還是繼續往下直往上直 那等到說這邊消掉之後 然後這個Processor 才會再繼續做執行 那這些東西就是Nepa自己在背後做控制 對 都代表一下這個概念 然後 我們在做LAR的時候 我們在做LAR的時候 每一個Processor它有一個Input 然後會有一個Output 透過的Processor 就會不一樣 那如果說我們把不一樣的Processor串接起來 那其實可以看成就是一個Modularized的概念 那這個在這裡面叫做Processor Group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就是你如果假設像剛剛那個畫布上面 你如果拉很多Data Flow 或是說很多複雜的Processor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做一個重整 所以它是一個把Processor做一個重整 或Modularized的一個很好的概念 就是Processor Group 那這邊要講到稍微細一點點的一個概念 我想稍微講快一點點 那這邊講的就是說 其實剛剛講的Content 其實不會存在Flofile裡面 它會存在不一樣的Repository 那這邊有三種Repository 一個叫FlofileRepository 一個叫ContentRepository 然後另外一個叫PreferenceRepository 那ContentRepository就是存Data的地方 那Attribute為其實它只是存一個Point 去Reference到你的Data其實是實際存在哪裡 對 所以我們在看那個NineFile在上面跑的時候 其實Data不是真的在那個實際上面跑 那其實如果沒有讀到 或是沒有拿出來做 拉出記憶體做存取的話 其實它都存在IO裡面 都會存在Disk裡面 OK 然後它有一個概念 為什麼剛剛講說它那個Breadless Data 因為它有一點全新旋的概念 也就是說它今天這個Processory的時候 它會先copy一份新的 那這個copy一份新的 做好了之後 才會把Reference移到新的去 那如果沒做完的話 它還是在 只在舊的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FlofileRepository就是把所有的 Flofile的MetaData存在一起 那包含說這個Content的 這個指引的Reference在哪裡 OK 然後剛剛還有講到一個 就是你會怎麼樣去記憶這些事情 你的Data怎麼去做一個Trace 其實Code就是這個 它會造一個SnateShout 然後存在這個Breadless的Repository裡面 它跟FlofileRepository一樣 就是它會有很多SnateShout 那FlofileRepository就會有當下的 就是這Flofile的當下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追蹤說 我的這個Data其實它過去 經過了什麼樣的操作 所以可以去做回溯 去追上它過去的行為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或者是不管在TraceShout 或者是DataAuditing 都非常重要的一個特性 OK 簡單來講幾個Case 這個是這個Nine5公共網上面 可能有點小 不過從這邊開始 所以它會去做一個爬蟲的Template 有時候它會去抓爬蟲 那這當然就是一個HP Request 那就把Data拉進來 拉進來之後 它就會去做一些處理或檢查 然後它其實是這樣繞的 對,箭頭是這樣繞的 有點小 所以它會去把一些 抓進來的東西 可能是做 因為我們爬蟲類的東西 就是它抓的東西 它不想那麼多重複 它會做一些duplicate的篩選 或是說filter 這都是可以自己做的 然後就是最後 把這個東西做Archive 把它存下來 好 這是很簡單 所以它中間可能用了 這麼多的Processor 那 這個是HTTP的Gate的這個Function 然後就把Data拿進來 然後後面可能有put file 然後把Data存進去 對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服務 這是另外一個 這其實是 就是把一些log抓進來 做處理的一個Case 比如說 你來看的話 就再分三個區塊 上面的話 就是把log取回來 取回來之後 就會做 第二個部分 就是做分析 所以它可以做一個 Decoupling的一個概念 它其實是一個整合的平台 可是它的不同的分析或服務 其實是可以做Decoupling的 OK 然後最後就是再把這些 處理好的東西都把它充回去 就類似的 這也是類似的 所以 如果想要看細節 它大概是怎麼樣做的話 可以去看我投影片 然後我就說 去點這個連結 這是那個 HTTP 或者Contributor 放一些example 這邊有個概念 我想要帶給大家 就是 我們今天在做ETL 或是在做Data pipeline 它其實跟 設計軟體 或是寫程式一樣 你必須要先知道你要做什麼 你要Design一下 你一樣有Input 你一樣有Output 然後 你最好要Version In 那一塊就有符合很多 這樣子的一個特性在 那雖然說 這相對應的 不是每一個都很Match 有可能它有 它在Deploy上面上 你可以通過GY 那我們在寫程式 可能有IDE 或是文字編輯器之類的 但是上面一樣 就我剛剛講 你必須要先做一個設計 那設計完之後 其實它比較好的 就是它可以可視化 那我們在做 有些人 你會把自己的程式的流程 寫下來 或是畫起來 然後 我剛剛有講 Processor Grouper 這是一個Moduling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把相似的服務 放在一起 然後說 它可以做重複的使用 今天如果 我一直都要抓某個地方的Data 然後 我可能要把 類似說 空白鍵去掉 或者說 我要把換完符號去掉 那像類似這種 重複的東西 其實我都可以 去做重複的使用 用一個Processor Grouper的概念 對 但是跟我們在寫程式 有點像 再來是 我剛剛秀的那幾個 像這些東西 它其實可以 Output成一個XML 去做重複使用 所以它是一個Template 這Template 它可以去不同的Server 去做Deploying 這跟我們在做Input 不一樣的Library 或Package 是有點相似的 所以 通常我們在看一個服務的時候 我就去做一些比較 對 那它 它會跟不一樣的 像是Spark Stone 甚至比較多人 有些人會 把它跟卡夫卡 做比較 那最多的其實就是Airflow Airflow可能大家不要熟 因為它排成些 對 它跟Airflow大概有什麼樣 不太一樣 那其實 它都沾了一些 它的特性就是 它大概都 蓋過了80% 70% 這些服務 對 它都可以做得到 那它主要 所以像這一類的東西 它其實就是 拿來做整合性 是比較適合的 OK 所以 今天回到 剛剛我講的問題 就是 那我到底不要用NiFi 這當然就是取決於 施主你自己 就是你到底需要些什麼 那NiFi可以給你一些什麼 那它有哪些Processor 那它限制是什麼 你還是必須要去了解一下 那比較重要的是說 如果你今天只是 拉一個很簡單的 Data Pyrami 你還是可以用NiFi 可是可能用不到 這麼多的功能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Enterprise的 Data Platform的話 你可以稍微考慮一下 它是不是對你有幫助 在做Data Pyrami的整合 之類的東西 是不是有幫助 那我必須再強調一點就是說 今天沒有NiFi 這樣的東西 你的team還是要有能力 做一樣的事情 不然他們的能力 會做越來越退化 對 尤其是Trople Cinema之類的 好 然後 然後 這個大概就前半步 對 所以大家大概對NiFi 有點概念 它 是 based在Fort File 所以你要知道Fort File 這個東西 然後有Attribute 有Content 然後Processor 所以它會運作從不同的 建造不一樣的Pyrami來做 那 好啦 除了GUI之外 像這種 有些人會覺得 GUI這個東西 就是工具 所以我不是很想用 那怎麼辦 我們是有其他方式來做 像我剛剛有講 Kyro的那個Project 跟我們公司做的那個 Pyrami Builder的Project 那 它其實透過的就是 Restful API 你看到在GUI上面的東西 其實 每一個都是Restful API 你可以用API去做控制 你可以用API去做處理 OK 所以它有很多個 譬如說 我想要看某一個 Processor的狀態的話 那可能就屬於在這裡 我要起庭的話 我要把它停止 我要把它開啟的話 那我要新增一個Processor 甚至我要deploy一個新的Template 這都可以透過 Restful API來做控制 這邊我不會講太細 我只講幾個例子好了 這 這比較簡單 就是我想要看一下 我這個Netfi Instance 它的基本information 要透過這個API來打 它跟你說 你的URL大概在哪裡 然後版本是什麼 之類的 OK 那現在這個Status的狀態是什麼 OK 那另外的是說 這沒有修 好 我還是沒有回來 沒關係 所以 Netfi它有search的功能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的Processor 像 剛剛雷諾的那個例子 他們大概有 好像有兩千個 Processor 在他們的pipeline裡面 就是兩千個 各式各樣不一樣的在建 所以今天你要找一個Processor 怎麼辦 你不可能就是 筆記下來說我的是放在哪裡 那其實有search的功能 那search其實也是個API 所以我如果用PyCon去打的話 這是我先前建的 所以你可以找得到說 相關的keyword 它就可以search出來 那其實圖回來給你的是 一個UID 然後它的名字是什麼 然後它有一些 一些 一些 可能它在哪個group 那一類的data 所以說這是非常有用的 一個服務 就是 如果你今天要把 GUI上面的操作更自動化的話 你今天某件事情要做一百次 一千次的話 你其實就可以用這種 Raceful API來做取代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要啟停一個Processor 所以我發現說 假設說我的Database有問題 所以我不能再把Database一直關進去 那可能我的NiFi就會爆掉 那我就是要把Processor做停止 那這是停一個Processor 那如果你要停很多的Processor 當然有不一樣的做法 OK 好 那講到這個的話 為什麼你會講到Python 因為其實現在比較好的一個 控制NiFi API的Library 就是Python寫的 那這一樣是那個 Honon Worker他們裡面的人寫的 對 然後它contribute這些東西 所以它把很多東西 就像我剛剛講 如果你今天要把一個 NiFi Instance上面的Processor 全部停下來的話 那過去你可能要先知道它在哪裡 或是你要先有定位說 取得它的UID 然後再接下一個API 那這邊這個NiFi API 它把它都做起來了 所以它把它抽箱化 然後底層也都做好了 所以它是其實蠻好用的 我這邊不會介紹太多 可是我有Temperate Source Code 如果大家有信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我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它把API分成不一樣的SDK 就是畫布 畫布其實就是 你在GUI上面看到的東西的操作 大概都屬於這一類 然後Configuration 然後 Security也比較類似 你要取得Token 或是你的帳號 那一類的東西 然後做Temporary的話 就跟Template比較相關 或是Version比較相關 這類的 這個如果真實有要用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好 那再來就是說 這邊有300多個Processor 可是 那以前100多個 現在300多 那代表什麼 需求越來越多 那 那 Open Source的Project是這樣 當需求 你的需求越來越多 可是他們又沒辦法來一起開發 那要怎麼辦 要嘛就是你自己跳下去做Contribute 那 有沒有其他方法 有 其實這邊 Processor分了這麼多不一樣的種類 對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從不同的 門口DB或是不一樣的服務的存取 都有 然後 Processor它其實的文件大概長這樣 其實有點 有點簡單 我自己覺得是有點這樣 實際上你還是要操作一下 才知道它 它大概在講 它只是跟你說哪些值 可能要放些什麼 OK 好 所以剛才講 如果還是沒有你要的 那要怎麼辦 就自己來嘛 對 那自己來 自己來動手做的話 有不同的方式 然後這邊簡單的講 其實就是三個 一個是 你去call外部的comment 你寫好一個share script 那你用call share script call comment的方式去做 另外就是 就是 這個Processor 可以讓你把Python code 或是其他的code寫在裡面 那這有幾個優點 就是你可以吃到 Nightfire的一些特性 就是它的 attribute 可能可以留下來 或是它的reaction shape 它success fail 那些東西可以留下來 那比較難的話 其實就是你自己刻一個Processor 那這是Java Base OK 所以 以效能來講 一定是這個customize的Processor最好 然後 再來就是 你去call一個share script 或是外部的Python script 比較好 那最差的其實就是你在內部寫一個Python code在裡面 可是它有一些彈性 對 然後 我這邊還會帶快一點點 其實它就是不一樣的Processor 一個叫 我們在用Nightfire的時候 有時候其實看它的名字 看不太出來它到底做什麼 所以有時候就是要看example 或是說你要自己手try一下 那這邊稍微帶一下 這兩個差別其實就是 就是一個是有input的data進來的 這個是有input的data進來的 然後它的進來的方式會用standard input的方式進來 然後處理完之後它用standard output的方式進來 那這個是沒有 所以這是escue process的方式 那這邊在call其實就是外部一個Python的script 然後你給它location 然後你可能下的command是什麼 那你這邊如果今天是batch的話 你可能也就是換成batch 然後share script這一類的 所以我們很常做的一個方式是什麼 我們會間接spark 那間接spark我們其實就是call一個pyscar的share script 那其實這樣就把decouple做得比較好 OK 然後另外一個方式就是直接在那個processor裡面去寫call 那這有點tricky啦 因為它這邊是直接只支持這個json的 比如說今天你不能用sheet library 就是愛用pandas的朋友 那可能就會非常討厭這個功能 因為你都不能用 你要自己去寫alloy啊自己去寫什麼的 對 好 有兩個 一個是就是說 你大概要了解一下它底層的API有哪些東西 那這些就是java它本身的API 就是它在implement那一塊的API 那我個人認為它官方文件沒有寫得很好 可是你去找一些相關的範例可以找得到 有一些說明 大概是怎麼樣使用 找一些範例 然後我有放一些很簡單的範例 所以你稍微看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它其實是先幫你定義好你的section 它直接幫你input好進來 所以你也不用input 所以你要知道你有section這個東西可以用 所以從section你可以取到你現在在處理你的profile 然後你要怎麼樣對你的profile做事情 比如說update你的剛講的要嘛就是attribute 要嘛就是content 改變它的內容 OK 那我這邊做的就是update一個attribute變成rwall 那跑的就是sqscript 那另外一個是involve script processor 那它的寫法其實兩個不太一樣 這邊其實我至少官方文件沒有看到它講得很好 可是一樣就是有些simple你可以看 它跑的比就是sqscript好一點點 可是還是就是你不能把太複雜的事情放在上面用 所以你要稍微了解一下它有一些不一太一樣的特性 那剛剛講的sqscript 它其實只有兩種reaction trip 也就是說你結束了只有成功跟失敗這兩種而已 那這個的話有不一樣的 OK 大概這樣 然後寫的code的方式也對 code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那有信用法可以去瞭解的 看說是code 好啦 那最後要其實就是分享一下 我認為在用nify的話 你有一些事情要做考量的 最簡單的是我強調很多次 就是今天沒有nify 你還是要能夠做一樣的事情 對不然今天nify某些事情不能做的話 你就完了 再來就是它跟software development很像 你要把它像成是軟體開發 你還是要用versioning 然後該做還是要做 有test還是要做 然後有一個很重要的 為什麼我會講到ETL或EOT 因為nify在傳輸moment這塊很弱 盡量不要用nify來做傳輸moment去 不然你的服務會被卡得很慢 而且效率會很長 那photo run之類的design 這個各式各樣服務都有 尤其是monitoring 就是剛剛有講到很多API可以接 所以你monitoring可以即早去做或做運行 那這邊是比較實際 你在用nify的時候的一些建議 帶很快 反正就是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要有不同的environment 然後發射的grouper要設 然後retry機制要有 盡量不要讓file queue在你的服務上面 這會影響你的效能 好 那簡單recrept 就是我大概帶了一下 Data pipeline是什麼 Data flow是什麼 然後nify可以做些什麼 nify可能可以幫助你做些什麼 那有些nify的concept profile processor contentation profile裡面有attribute跟content 我們在做改變內容的話 就是content attribute就是做一個標籤 然後在間接nify的話 有resport API可以接 那當你沒有想要的processor的話 你可以自己做 你可以call外部的服務 你可以自己寫secret ok 然後還有一些簡單的 在南方上的一些建議給大家 這是上面符文的reference 那我用很多這個article的這個圖 那我有跟他講一下 他非常高興我可以用他的圖 跟大家做share一下 然後這是我們公司的 在Data work submit的一個talk 那他有錄影 如果大家有新的話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這些文章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ok 好 那如果你想要更深入內容的話 其實有文章是官方的 就是apportune內容 in-depth 然後就是玩多一點processors 你玩更熟的話 你內容就更熟 類似這樣 然後還有更多更多不一樣的一些功能 ok 那最後還有兩分鐘 所以我們擴大經營中 所以我們持續在做Data相關的 Data Engineer 或是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有興趣的話可以跟我談一下 看我可以給你怎麼樣的資訊或幫助 非常歡迎新鮮的人參加 ok 這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進QA session 那就是這邊 又有slider 對 對 I'm sorry 我又再重新上傳 ok no 阿帕去Nightify跟Airflow 簡單來講 Airflow就是 你要寫call 然後你的call你要維護 然後他可能做的東西 可能比較局限一點 scheduling retry 那一類的 然後我剛有介紹 Nightify大概有各式各樣 他仰賴很多不一樣的processors 做那些事情 這些database讓你比較簡單 然後這些Cafcar 這些Spark 什麼之類的 就是他會讓你 有一些事情抽象化做比較簡單 所以他是不太一樣的服務 雖然都是做一些ETL的動作 再來 CICD的經驗 想像 有 有 不是我們自己加的 不過有一些可以分享 對 也是說我剛剛有講到 Template這個東西 就是它是說deploy 那你這個Template 你怎麼樣去做 如果今天改了一些東西之後 你就馬上有做Test 然後 Deport到新的服務上面 那其實這是一種CICD的概念 細節我們可以談 如果有興趣的話 營運環境管理 你要有特地的Tint來處理這件事情 特地的Tint要有點強 對 然後記憶體管理很重要 我剛剛有分享一些 就是盡量不要Cue在上面 然後你要很仔細去Monitoring 每一個參數 還有什麼 應該時間差不多 所以 等一下講者也會在這邊 然後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外面高腳桌 跟講者互動 那我們就再次熱烈的掌聲 感謝Sushi 今天帶來NIFY的分享 好 謝謝大家